詞曲 李宗盛 永不妥協這是我一貫不變的態度 這是我的生活以期由我自己做出 365天完全不受任何約束 管你怎麼說反正我就是我行我輸 'Cause just the way I am uh what it's just the way I am I don't give a word cause it's just the way I am 管你怎麼說反正我就是我行我素 好啦那我們現在人呢已經到了台中非常知名的這個球鞋街 也就是太平路 那麼今天呢李懿的這個我行我素的橋段當中 就是景點特色景點的介紹 就帶我們來這邊為什麼會帶我們來這裡 因為其實我每到一個國家或到一個地區 我都會先查當地比較多球鞋的資訊的集中地 我一樣 然後就是呢我覺得現在人非常的幸福 就是說以前我們要搭常跑鞋店 現在你只要上網就有了 那在台中我覺得這邊就是一個很好 就是買球鞋的地方 因為你看放眼望去 短短的一條這個太平路其實就有十多家鞋店 真的 不包括說在一中商圈裡面那些大大小小的潮流店 沒錯 所以等於說你在台中你要買球鞋 你就是限量不限量 你來這邊就對了 沒錯而且其實說真的老師是台中人 那過去買鞋子也都是來這邊 但是近幾年因為老師人在國外的原因 都完全不知道這邊的這個整個生態到底變成怎麼樣 所以今天也非常開心呢 可以透過我們這個李懿上我們我行我素的這個報導當中呢 可以特地帶我們來這邊 再次帶老師來熟悉一下這邊的鞋接 沒錯 感謝 那我們現在就來去逛一下 OK Let's go Let's go 如果有工作或是有空檔的話我一定會來這邊看看 喔 對 它是一家知名的連鎖系列 可是我覺得因為我真的就是如果喜歡打籃球的朋友 我都會先來這邊看看 就是現在不管是有什麼球鞋或是有什麼裝備 是 我都會先來這家就是籃球概念店來看看 哇 哇這樣一走進來這種場面非常的怎麼講隆重霸氣的感覺 對 非常非常的酷喔 而且它就是我覺得它的東西 關於籃球系列它非常的完整 是是是 如果你看 我們先看到這一區 喔 有沒有看到 當今幾個NBA現在就是有個人球員球鞋系列的都在這裡 哇 這一區先暫時跳過 就是有沒有為什麼要特地跳過這一區 對因為這邊有一個很奇怪的傢伙是我不喜歡的 沒有啦他是個很偉大的球員 這一段給他殺掉 不喜歡 因為這一集我們就不給他播出 因為這個球員是我最喜歡的 對我跟他是有對立的 就是他喜歡Lambron 可是我不喜歡Lambron 對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那時候我行我術有沒有 那個預告 我們有一個有沒有隊員的那種感覺 沒有沒有其實為什麼不喜歡LeBron 我們大概解釋一下 沒有我只是就是對於他的球技我覺得沒話講 但就是個人的一些狀態我沒有那麼喜歡 就這樣而已 球員本來就是這樣 大家有欣賞不欣賞 對啦 對啦 我們要尊重每一個人的這個意見 所以這是LeBron的一個專區 專區應該在這裡啦 鞋子放在這邊 你看我討厭LeBron 到連一雙鞋放在那邊我都不想要介紹 但他也是很厲害 出到第十四代了 你看一個球員能出到第十四代也是不容易 沒錯 沒錯 那講到LeBron的鞋子你一雙都沒有嗎 我其實有買過 哪一雙我們聊一下 我買過十代 十代 為什麼喜歡十代 因為那時候覺得十代還蠻酷的 然後那時候是買那個 我忘記是熱火配色還是什麼配色 對對對 然後後來我還做了ID 因為那時候剛迷上ID 然後就還做了LeBron ID 沒錯 那講到ID其實是Nike的這種官方網站一個特殊的這種客製鞋的管道 那老師呢其實在我的頻道也常常講到這個東西 非常非常的酷 好 對就像李懿剛剛說 現在LeBron已經出到十四代了對不對 所以一雙都沒有買 沒有沒有就買過十代而已 其實老實說好不好 我十四代也沒有買 真的嗎 雖然我很欣賞LeBron對不對 不過十四代我其實也沒有買 因為他現在鞋子做的比較像實戰鞋 對 太實戰了 對 就是沒辦法兩用這樣子 沒錯沒錯 那像十代我個人也蠻喜歡 因為其實他不只就是說 在籃球上 這個性能上面也不錯 那他的美觀我覺得也蠻好搭 而且他大氣墊蠻好穿的 也對 那時候十代的時候大氣墊 是是是是 好 那可不可以再跟我們介紹一下 這間店有什麼特色 可以啊 我覺得就很特別就是說 如果你喜歡打籃球的 譬如說你看 Kai Irving 就是一個我自己非常喜歡的一個 騎士隊的球員 個人也比較喜歡他 就是你看他打球 他的那種角落破壞者 對 他的鞋 我覺得各 基本上我覺得 Kai Irving 是蠻推薦的一雙 入門款的球鞋 沒錯 因為他 價格很實在 然後 而且其實真的蠻好打的 就是以 如果你真的是 在場上會跑來跑去的話 我覺得是蠻 蠻舒服的一雙鞋 真的真的 而且Uncle Drew 對不對 所以不知道他 非常酷的一個球員 老師更也非常喜歡 跳過 又跳過 又跳過 就是Lambron的專群 Lambron我覺得就真的蠻適合 大前鋒的那種打法的人 就是很適合 因為他避震效果非常的好 然後又沒有像一般中鋒的球鞋那麼的重 對 KD 跟PG1 Paul George大家都知道 現在一個 現在去雷霆了 沒錯 對 那KD呢 這雙鞋 其實我之前有買過六代 那我覺得六代就是 我自己喜歡的腳感 因為六代它比較 比較 因為我打球呢 其實呢 為什麼我現在都穿Kobe的鞋子 是因為 我喜歡那種 直接在場上 腳感回饋到 腳的 那種感覺 是 很貼地 那KD10也是一種 最近蠻推薦的一雙鞋 是因為 它夠輕 然後它的包覆性也算OK 對 然後 價格上面來講 也不是說太貴 然後 你知道 重點是 KD是穿KD10拿到總冠軍 對 所以我覺得 如果喜歡KD的這個 朋友們 其實KD10是可以入手的一雙鞋 因為它第一個拿到總冠軍 就是KD10這樣 沒錯 那我問一下 像這雙鞋子的鞋面設計 我個人覺得這是 性能的嗎 還是說它是Lifestyle 也就是說 這種休閒版的 我覺得 都可以 因為其實 老實說 它這個型 如果你是 收集球員老屁股 你有沒有覺得它有點像 以前Nike那個 魚骨鞋 有耶 那種 鞋帶的時候是這樣的做法 然後包括這種 低筒式的設計 可是我覺得這雙鞋 厲害的地方 就在於說 它的Friendly的這個鞋面 然後跟它這個全氣墊 其實是提供了一個 好的避震 然後加上 不會說 因為你要常常在場上移動 速度很快 所以其實它鞋真的非常輕 對 那一樣就是 我自己試穿過 我覺得 我蠻喜歡的 然後這雙鞋 原尺寸就夠了 因為它彈性很大 不用說偏大半號 或是小半號 是是是 欸 我們今天是在講 這個我型 我書 介紹店家的特色 結果呢 我們李懿呢 跟我們聊起鞋子 沒有 有沒有考慮來一個 看你李懿的頻道 不敢 不敢 可是如果老師生病或太忙 我可以代班 沒有沒有沒有 不過真的 這一間店的特色 真的非常非常特別 因為一走進來 你看就有這樣子 有沒有球員 分別的這一種區域 真的很酷 你就可以直接走進來 很舒服的選定說 欸 我就是喜歡LeBron 或者是Kyrie的 這個區域 我就直接 鎖定這個區域去看 真的非常非常酷 而且這一樓 這一棟 是不是好像有二樓 是 最特別最厲害的 那二樓 我們去看一下好不好 好現在跟著我們走 GO 現在跟著我們走 我相信老師也是一樣 嗯 我的球鞋收藏故事 就是從這個傢伙開始 沒錯 那你相信也是 是神 該死的跳跳人 對 就是從這邊開始 好沒錯沒錯 對啊 那這邊我覺得這家球鞋店 我自己很喜歡就是說 它除了有各大NBA的 就是球員之外 最重要是它的二樓整區 都是在講JOLAND的 就是JOLAND brand的產品這樣 所以 以往就是只要 前兩年就是發售JOLAND的東西的時候 這邊一定都大排場 真的真的 它這個 license比較高的一個點 對對對 而且你看喔 其實它周邊的這種有沒有 擺設 跟設計其實是有巧思的 譬如說你看 這邊一個類似我們這個四川區有沒有 你看這個墊子 它是用很像那種有沒有 我們在那種訓練 對不對 訓練的這種墊子啊 這種GYM裡面訓練的墊子一樣 而且可是上面還用這種 三代的爆裂紋的紋路 是 非常非常的酷耶 很多小細節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現在架上有哪些鞋子喔 對啊 哇賽 感覺今天來花錢 欸你看喔 以前呢 喬丹的鞋子隨便出 就隨便賣完 對 可是現在 像這幾雙經典的鞋款 都還在架上耶 比如說這雙我們 這一集有講到的 紅牛五代對不對 嗯 Motorsport四代 對 Lifestyle的這個還在 然後還有這個 欸你對這雙有沒有印象 有啊 Oh my gosh 以前這雙我記得好像是Anniversary 是不是 這雙其實非常非常 很經典 非常經典 那 怎麼還在架上 為什麼我們可以 可以聊一下 我覺得其實 這也是現在我覺得 比較可惜的一點 就是說 現在的資訊太發達了 然後我覺得素食流行也過於發達 嗯 其實就變得有點 可惜在於說 大家會去追說 最新的人是穿什麼 那當然不管是 明星或是球員 當然他們也會去追求 最新的東西是什麼 那可是我覺得 如果真的你要做為一個 想要先重新開始認識 球鞋文化的人 我覺得 其實Jordan Brand 是一個很好的 的 電子 很好的品牌 入手品牌 就是因為現在 他全世界沒有那麼瘋了 可是問題是 他真的是一雙 非常有故事 你看從一代到現在已經幾年了 Oh my gosh 對 30年了 那你想哪一個鞋款 可以出了30年 到現在 30年前的人穿 30年後的人 我們還是穿他 我相信 會有下一個 30年 都還是有人穿他 因為他就是一個經典 而且就是這麼樣的好看 對 而且有歷史跟故事性的東西 特別的好玩 是 講到喬丹的鞋子 我是不是可以順便問一下 你最喜歡喬丹的哪個鞋款 我其實最喜歡就是Jordan11代 唉唷 因為我自己就是從 Jordan11代發售的那個年份開始 擁有第一雙Jordan的球鞋 就是Jordan11代 所以 從那之後 我當然還是一直買啦 買到他退休 可是到後來 就是只要有復刻11代的話 不管我怎麼樣 想盡辦法 我都會去把它買回來 是是是 哇真的 其實對我來說 其實Jordan11代 尤其在96、97年的時候有沒有 那時候還跟我們西雅圖超音速隊有沒有 對 決賽 雖然那時候老師不支持公牛隊 但是 喬丹他在這個球場 而且那時候三大巨頭 是 Dennis Rodman Scarly Pippen 還有這個Marco Jordan 全部 都在那裡面打球 非常非常 怎麼講有意義的一個回憶 是 非常非常酷喔 好 那今天這間店真的是 非常非常酷 那我們是否再來繼續逛一下 其他的球鞋店還有什麼樣的特色 好嗎 Let's go 好啦 看完Nike 我們現在來看另外一家 欸 艾迪達 是 A台 其實這一間店好像跟他們的這種 整體的系統是同系列 真的喔 應該是應該是 對 只是說他們呢 就做經營不同的品牌這樣子而已 對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 艾迪達的店家裡面 現在目前 有哪一些 寫款的發行 講到艾迪達 我其實也常看到你的粉絲專頁分享一些 艾迪達的收藏 是 感謝神秘友人 對 神秘友人 然後就是 我覺得也感謝台灣的 Edidas 就是很照顧我這樣子 真的 哇賽 對啊 我老師也必須要 Shout out 一下 艾迪達最近也常常贊助老師的一些活動 非常感謝 不過講到現在 目前我們現在架上的一些鞋款 譬如說像這個有沒有 Alpha Bounce 你個人對這項鞋的感覺怎麼樣 我覺得很好穿 是不是 就是 因為像我自己去健身房的時候 我也都會穿這個 真的 它是很好的一雙圈蠅跟 你要慢跑也是可以的一雙鞋 是是是 而且造型也蠻像Easy的 蠻好看的啊 蠻好看的啊 在美國其實它有講說是比較廉價的Easy 真的嗎 不知道這個 但我覺得是好穿 而且它一代比一代的材質用得更好 然後更加修正一些東西 是是是 那其實愛迪達我覺得好像是三四年前喔 還是更短一點的期間 我覺得差不多這兩年多啦 對對對 不過我是講到說像這個Boost的系統 對不對 他們在這幾年當中 靠這個真的是怎麼講 扳回一層 對不對 那其實也說真的這個中底也蠻舒服的 穿起來 是啊 因為Boost真的是很好穿的一雙鞋 沒錯 哇那我們來看一下還有什麼東西喔 那講到愛迪達這一個品牌 過去有沒有一個什麼樣的故事 還是球員 讓你對於這個品牌 比較了解一點 其實我覺得 如果你看看別人講 我第一雙愛迪達的球鞋 是Kobe Bryant 你記不記得 那時候 還有一個那個它的衣袋 然後鞋合上 還有一個小人有沒有 對對對 就是Afrohead那一個 對不對 它流那一種什麼 對爆炸頭 對爆炸頭 沒錯沒錯 然後它的二代是不是就是 用TT跑車的概念去做的那一雙鞋 沒錯沒錯 Crazy 2 非常帥的一代 而且那時候其實不太好穿 我說真的 很難穿 很難穿我覺得 所以Kobe的球技真的是很厲害 真的對不對 因為你看那麼難穿的鞋 它還打得那麼好 對啊對啊 而且那時候我記得我穿那一雙 我的腳是屬於比較平眩型的 那穿那個我真的腳會痛 你知道嗎 但是我覺得Kobe還可以穿的那一雙鞋子 這樣打成那樣子 對啊 真的也是蠻厲害的 而且那時候KobeE還不好買 真的真的 很多店家都沒有 你還要去到處找 然後後來才釣到那雙鞋這樣 對 哇賽 欸好開心喔 我跟人家聊鞋 不只我們可以看架上有什麼鞋 對 還可以聊一些 我們彼此老屁股的一些會議 是啊 而且Elitas對於一般學生來講 Superstar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雙鞋 你是不是一定有一雙全白的Superstar 對 或是黑白 黑白沒錯 對 因為以前學生只能穿全白 沒錯 對 這也是我們共同的回憶 對 而且到現在你看 欸 今年是幾年啊 40年還是35年 欸 Superstar 40年了吧 也是非常年份久遠的一雙鞋 到現在還是 大家都穿 賣得很好的一雙鞋 沒錯 沒錯 那像Stan Smith也是這麼一回事 也是 也是很經典 非常非常的酷 好啦 那原則上 這間店就是這麼一回事 一樣啦 就是很幸福 大家都很幸福 就是你看你要Elitas就來這邊 一樣 所有東西 通通讓你一次就可以買齊 很帥 而且這條街其實不長 但是它所有的這個品牌 很完整 非常完整 非常非常的酷 好 那我們現在是不是就去另外一個 看還有什麼鞋墊 OK OK Let's go 那現在我們是不是已經走到對街了 是 還蠻多店耶 一樣啊 你看 剛那邊就已經這麼多家了 然後現在這邊 一樣還有 新的店家可以逛 逛不完啊 我的朋友 對啊 這間蠻酷的耶 這間是什麼 這間就是真的很像以前的體育用品 有沒有 什麼牌子都有 什麼品牌都有 你看Nike 然後Puma New Balance 等等的 而且我覺得它陳列的方式就是 怎麼講 好像可以挖寶的感覺 就是學生一定會來逛的這種店 對 好酷喔 以前不是都會逛很多這種學生的店 對 所以你看喔 現在一進來這邊 不只只有這一種有沒有 慢跑鞋 它也有籃球鞋 嗯 非常非常的酷喔 這店的風格就是真的是 比較以前 就是我們 很像進去體育店 對對對 體育用品店 體育用品店 對沒錯 我其實很喜歡這樣的陳列方式 我也是啊 因為就感覺 不只有沒有那種 喚起以前的回憶以外 對 就好像可以這樣 挖一些寶 對 哇那我們大概看一下 欸這間店其實蠻深的耶對不對 對啊 而且它這一種喔 擁有的品牌 蠻多的 除了Nike以外 也有 Puma Puma 連前面剛剛也有New Balance 對不對 非常非常酷 而且你有發現嗎 它是 從大人到小孩都有 真的 所以你看 就是全家大小孩逛街 其實可以在這邊逛 一出去就是 要球衣有球衣 對全部都一起了 對 對還有球衣 還有球衣啊 什麼的 Big Shout out to Kevin Lears 對不對 Kai Irving可以 Kai Irving可以 不行LeBron就對了 對 LeBron forever man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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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邊喔 像剛剛李懿有說到說 這一間店其實 有非常多的品牌 像你看 連這種登山的品牌 都有耶 哇賽 這間店的貨也太急了 哇好酷喔 而且這邊愛迪達的鞋款也蠻多的喔 是 是 哇那後面這邊是什麼球衣 我們來看一下喔 欸 Pony耶 Pony耶 那種文化的 欸你對Pony有沒有什麼了解 我沒有那麼熟耶 是喔 但是你就是知道它好像也是 是滑板品牌嗎 還是街頭品牌 滑板品牌我不敢講 可是我覺得早期 我會知道這個品牌是因為 Snoop Dog 喔 之前有幫這一個品牌代言 所以那時候我就覺得 欸好嘻哈喔 對所以我就大概有研究一下 不過Pony現在你看 喔 所有的這種 性能的這種鞋款 其實它原則上都有 對 非常非常酷喔 哇賽 OK逛完了體育用品店 我們再逛其他家啦 真的超帥 欸 而且喔 講到在這邊逛鞋店 有一個好處就是說 除了逛鞋店以外 其實它周邊有非常多的攤位 是啊 可以 餓的時候或渴的時候 直接買個飲料對不對 就是你知道 邊觀光然後可以邊補貨這樣 欸好爽喔 真的好爽 欸 這邊有一個品牌 是近期在美國 非常火紅的一個品牌 對不對 Chef Curry 對 那近期這個品牌 不只因為這個 Step Curry的原因 非常的紅 以外 其實它在這種訓練 training的這種 category 的品牌 它也是非常有 我記得看那個 Facer Freros Rod Johnson 也是穿的 Dwayne Johnson 他也是穿這個 真的 而且其實這個品牌 真的是受到非常多 美國的藝人 是 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現在的鞋款 喔 這一種鞋子是什麼 訓練鞋 就是看著這套訓練鞋 喔 OK 非常非常的酷欸 那這間店是 專權就是 Under Armour嗎 還是它也有其他品牌 沒有啊 它一樣有New Balance 哇 它其實也有New Balance的鞋款 就是我覺得它好像 比較偏戶外 跟一些訓練員 可是你看背後還有 Timberland 跟 The North Face 那種 一樣是 真的是體育用店 但是就是東西比較新一點 我覺得東西比較新一點 而且它的陳列方式 也是蠻特別的 它直接中間 就用鞋盒 堆積起來 非常非常酷 欸 講到New Balance的鞋子 你最近喜歡哪一雙 247 欸 你有超過27嗎 有 247超好穿欸 可是我要建議一下 那一雙鞋子 不僅穿大半號 不僅穿實際尺寸 沒有我穿實際尺寸 真的嗎 沒有問題喔 我個人穿小半號 它現在有兩種材質 一種是比較 偏皮的那種材質 是是是 那個我還沒穿 可是 可是 我穿247的時候 是穿原尺寸 我覺得它彈性很好 對對對 很舒服 那你知道為什麼它叫247嗎 為什麼 因為就是New Balance 開發這雙鞋的時候 希望你一個禮拜七天 24小時都穿著它 247是不是 對 所以叫247 還蠻酷的 好有巧思的一種設計 對 謝謝台灣New Balance 就是寄了好幾雙給我 台灣New Balance 你們之前說要寄給我 還沒收到 是怎麼一回事對不對 而且真的我自己還蠻常作用 而且我太太也非常喜歡247 對 真的是很舒服 而且造型上也非常好大一雙 確實是 很酷 因為我們看一下這邊有沒有247 搞不好觀眾知道我們在講哪一雙 有嗎 你們這裡有247嗎 New Balance的247 沒有247 哇糟糕 可惜了 不過上網查一下打247馬上就有 對 好非常酷的一間店 對 所以我說你們住台中真的很幸福 真的非常幸福 你看 什麼都有 對啊 而且Within the reach 所以真的是很棒 那如果這間店呢 你們來逛的話 除了我們剛剛介紹的這兩個品牌 你看他們也有 The North Face 還有Timbaland 戶外 嘻哈頭一定要有一雙Timbaland 對不對 真的 對非常非常帥 你以前有穿過Timbaland這樣子 寬衣垮褲嗎 很少 真的嗎 很少 是喔 我以前都是這樣出場 就感覺出來 非常的帥氣 好 那我們再繼續看吧 OK Let's go 逛完了那個剛剛有Under Mode 那當然也不能 你知道喜歡街頭文化的 一定也要看一下這個牌子 其實講到這個 又跟Nike有關係 對 他現在好像是被Nike 對 近幾年 已經被Nike收購了 對 那其實我們彼此非常仰慕的那位神人 嗯 Michael Jordan 以前也是主要用Converse 是 而且最近還出了一個你看 二代跟那個 組合包 Oh My Gosh Game Over 太厲害了 所以這其實也非常多的故事可以講 對 而且我覺得Converse真的在 不只球鞋文化 就是早期NBA都穿Converse之外 對 我覺得像我喜歡街頭文化的人 Converse也很重要 因為你也知道很喜歡的 我很喜歡的潮流單位 Fragment 他也是都會跟Converse做一些聯名 沒錯 沒錯 而且早期啊 我自己最喜歡的 除了Check Tailor以外呢 我最喜歡的是Weapon那一雙鞋 嗯 我不知道你不知道 他就是以前早期的籃球鞋 嗯 他也是很像一代 很像Jordan一代 哦 我知道 對對對 應該有 然後有一個星星 對 所以呢其實我對Converse 也是一個非常愛好的一個 怎麼講 鞋迷喔 那其實講到Converse 最經典的鞋款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的Check Tailor 對不對 對 欸這雙好像是改良版是不是 應該是 因為我覺得這個 以前也是一定要有啊 對啊 這中底感覺好像特別的亮 好像過去 這個OG版的不是這麼一回事 不過呢 Check Tailor這雙鞋子 是Converse 最經典的一個鞋款 也非常推薦了同學們 在現在我們當下都穿比較窄褲 對不對 穿這個也蠻好看的 非常好看 很帥喔 欸這一條街其實走下去 蠻多的這個鞋墊可以逛 除了這一間以外 還有什麼 又來一個A牌的 Adidas 一樣 對 哇賽 而且他這邊也是 圈銀跟籃球都有 欸真的欸 Damián Lillard 哇 Damián Lillard 講到Damián Lillard 對不對 老師其實非常的喜歡他 因為他是來自我們 怎麼講 波特蘭西岸的波特蘭 因為球員 對 而且他跟你很有關係欸 老闆其實是 Paul Allen 也就是我們西雅圖的傳奇 真的喔 對對對 而且我覺得Damián Lillard跟你也很有關係 怎麼說 因為他除了球員身分之外 他的老舌也非常厲害 很強 是不是 是的 有沒有 這個人真的是蠻懂鞋的 欸那講到這個 艾迪達近期的籃球鞋 除了Damián Lillard 他代言的鞋款以外 當然就是 欸我看一下架上有沒有 James Harden 我們的James Harden 喔這裡這裡這裡 喔 James Harden的鞋款 對不對 這也是老師 欸你有 欸這不是Damián Lillard 我想我沒有看到James Harden 怎麼沒看到James Harden 這邊有James Harden嗎 店員 沒有 哇賽 不過再一次 上網猜一下 就有了 好 那我們大概看一下 原則上這間店 就是這麼一回事 還有小朋友的這個鞋款 欸欸欸 我們剛才講到 是不是就出現了 是不是就出現了 欸沒錯 這雙鞋子真的 欸上面也還寫著8號 8號 欸雖然他現在離開了A牌 還是可以用這個 是不是 我不知道應該是那時候的版權 有跟他買這樣子 是不是 喔了解了解 對 Crazy 系列的 對不對 老師呢過去也是非常喜歡 那個艾迪達的鞋款 非常非常的酷 那我們再往下面走一下 看一下這附近還有哪些品牌 或者是說有一些特色的這種鞋店喔 欸 剛剛講到的247 對對對 剛剛那間店沒有 這一間店就有了 超好穿 然後我們大概看一下 超好穿 真的是非常帥氣又好穿的一雙鞋子 雙是不是有補貨啊 這有在補貨嗎 因為一開始 一開始這個是這雙吧 賣超好的啊 橘色的 對 因為他們那時候我記得有出三個配色 綠色 黑白 那個黑白 因為我都有 對 都是神秘友人 不是就是 台灣New Balance寄給我的 New Balance 幹什麼 然後最近有記得一雙 為什麼我沒有 最近有記得一雙 桃紅的 有點偏桃紅的 桃紅的 沒有在這裡 質感更好 沒關係我們上網查一下 不過我個人很喜歡這雙欸 因為黑紅配色嘛 對不對 好帥氣喔 好看 現在是問一下店家 是不是就可以馬上贊助一雙 哈哈 你願意贊助當老師喔 很緊張這樣 沒關係 老師呢 近期呢 已經有收到這個 有沒有 New Balance的官方 他們到時候會寄給我 到時候再跟你們協評一下 對 好那我們就繼續走下去吧 OK Let's go 哇那現在呢 我們這些斜街逛一逛 這一間店其實也蠻特別的 我沒看過欸 我也沒看過 對啊 我去上一次回來是2015年 喔是喔 對然後呢 我現在這樣過來我想說 欸我沒看過這間店 就比較特別一點 對 Kicks Launch 感覺好像是一個 怎麼講 比較怎麼講 等級 對它的Lance比較高 比較高一點 像Nike Lamp那種的感覺 喔 了解了解 不過這間店 剛走進來就感覺很舒服喔 像你看它這邊的擺設 也非常設計非常的特別 比如說你看 沒辦法就是怪 對不對 非常非常的酷喔 而且走進來你看喔 櫃台這邊馬上就給你擺滿的鞋牆 好像感覺可以直接在這邊來個鞋瓶對不對 對啊 而且這個就是 你在其實國外很多鞋店都會看到這種 像我五月剛好紐約回來 你去紐約的那個Kiss 其實就可以看到它裡面有很多這種類似的橙色這樣 是 非常非常的帥 講到Nike的鞋盒 其實橙色 算是一個非常經典的配置 而且他們的文化這一點真的做得蠻好 真的很酷喔 有延續性的喔 來好像現在走到這邊一樓的部分 我看這個鞋 這個尺寸好像都蠻小的 都女生了吧 這應該是女鞋區是不是 是 好漂亮 而且我現在看到的有一些鞋款 是我們剛剛在其他的店家沒有看到的 很多比較經典的啦 對 比如說像這個Razer系列 還有這一種有沒有 Sock Dart 對 怎麼樣我們要靠近一點嗎 攝影師叫我們靠近一點 還有那個AirRift AirRift 這個 當年是非常紅的 你以前有沒有買過那一雙 綠 紅 包那一雙 我沒有 忍者鞋 可是我可以跟你講 以前我單戀的一個女生就穿那一雙鞋 還有這個也是我自己最喜歡的 就是AirWorburn 就是很好穿 非常好看 很新 我覺得這間店好像蠻特別的 女生而已 對啊 連這個擺設 還有用這種盒子去做 非常非常酷 定做 對啊 好帥喔 我們現在上去看一下南鞋部分有什麼東西好不好 來來來我們上去看一下 GO 而且我喜歡這家店的整個裝潢 就是這種很簡單的這種 像清水模的這種配色 對而且你看挑高 這種有沒有 天花板 感覺起來 就逛起來 非常的舒服 欸 現在走上來這邊呢 馬上就看到一個區域非常的吸引我 我們現在來考一下今天的嘉賓 對不對 看這些鞋子 他了解 有多深 不過as you can see 你看喔 現在這邊就有幾雙 非常非常經典的這個Nike鞋款 譬如說這一雙鞋 這雙讓我介紹一下 好每個嘻哈人都會有 嘻哈人是必須具備的一雙球鞋 就是Air Force One R-White Everything 對不對 那這雙是Low Top 2000年初非常必備的一個鞋款 是 但是講到這個Air Force 其實他到現在也是非常的火紅 還是很經典 比如說最近一個collaboration Belong 哇靠那雙鞋子現在是天價 好誇張 你有 有有 你有這個有沒有 有這個神秘有人 就是不一樣 我還要克制 對不對 還有什麼鞋子 譬如說 我覺得啦 其他當然都很經典 就是說 其實正面牆 大概只有這雙我沒有 可是我一定要特別介紹就是這個 MMAX 97 看到這個 在我們那個年代 現在這個人也非常紅 是的 他現在在中國有C他當評審 是誰呢 就是張正月 他的愛的初體驗 1997年封面就是穿這雙 真的嗎 是 還有我不知道耶 所以那時候這雙鞋其實對我們來講 還蠻有回憶 其實這雙鞋我會記憶這麼深 是因為之前我單戀的一個女生 又是女生 對不對 就是穿著這雙鞋子 而且我跟你講喔 早年穿著這雙鞋子的人 真的是 行頭就很大了 是 真的而且以前那 我記得那時候是那種二手褲 二手衣的年代嘛 他搭上這個鞋子 GAME OVER 很帥啊 出場真的喔 這個也很帥喔 這個也很重要喔 這就是我最愛的一雙鞋子 這個也很重要喔 沒錯 MMAX 95 很好 那這個是經典顏色 木村拓在穿紅之外 對 在那個 哪裡 GTO裡面 鬼總英集要拿這個去換 D&W 沒錯 對共同的回憶耶 對啊 還有更重要一件事情 更重要 這雙鞋子是 台灣知名過氣勞食的歌手 非常喜歡的一個鞋款 對不對 對我自己本身啦 喔喔喔 那時候你自己 我會轉過來 過氣 沒有你不是一直在線上嗎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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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真的是很棒 很帥 超帥的 再加上現在Nike ID 其實還有這雙鞋子的這個客製 選項 所以我非常推薦呢 Nike ID 去訂做一雙這個Nike 聽說Nike ID 現在好像台灣可以了 可以了 可以了 只是說我覺得 費用貴 好像比中國貴一點 小貴一點 比大陸貴一點 是喔 順便聊一下 因為我現在看到Air 對不對 還有這個氣筒的這種造型 對 講到90還有三代 你有沒有知道 這兩個鞋子 喔我知道啊 一個非常關鍵的設計 當然 就是他們是第一個鞋墊 水啦 溫底液金家就把AI 有氣墊 三代就是從 你看一代二代都沒有 三代是第一雙 可透視氣墊出現在球鞋上面 沒錯 沒錯 那Air Max 1呢 也是Air Max系列的第一 這不是Air Max 1 講錯了喔 第二這雙其實 老師個人非常喜歡 90 對 Inferred系列 反正我覺得就是 你知道 氣墊在Nike來講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過程 對 是的 非常非常酷 我覺得逛這間店 對啊 你看這邊還有一個非常酷的擺飾 Presto Presto 又是一個單列的 師身 Game Over 真的是很帥的一雙鞋子 當年也很好 還有你看 那個Foodscap 是不是 就是 喜歡灌溪的都知道 好不好 一定要有這個 對啊 我們台灣的Kan Ian West 真的是非常非常帥 我都想買 好便宜 都很想買對不對 對啊 真的好帥喔 那這邊還有什麼呢 Presto Air Max 對不對 哇 還有這種有沒有 FlyNet的版本 Air Force 都有 非常非常的酷 還有你看 Air Max Zero 當年沒有發售的鞋子 然後後來才 才出來 對啊 還有這個 Jason Key 當年的墨鏡鞋 現在改版的 對啊 直接用這種Nike的FlyNet 特克 這個咧 一定有回憶 天下第二人 對啊 沒錯 早期的這個 非常經典 三個系列都都在 對啊 那我們現在把鏡頭 帶來這邊 更爽啊 很爽對不對 我現在目前冠起來 等一下要買一個東西 不行 對啊 我覺得好像要買鞋 那除此之外 它其實也有非常多這種 好像是限定版本的 就是這一間店 特別有的一些服飾 個人覺得非常非常酷 譬如說 Original The Original OG 是 來好看嗎 不錯啊 帥哥 帥哥穿什麼就是帥 沒錯 這句話要講八遍 哈哈 好 我們現在最後 這邊一樣年輕人都有 對 我覺得蠻酷的 真的是很酷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這項 還有 Dunk 對不對 Dunk最近又要出一雙 那個Water Dunk系列 對對對 我有看到 我的朋友已經有PO了 對啊 欸你對Dunk怎麼樣 有在收藏嗎 當然對我來看也是蠻重要的一個收藏 就是 我除了喜歡Jordan之外 中間就是2000年上下那時候 街頭潮流開始紅之後 你知道 冠西都穿這個啊 對 文樂也穿這個啊 什麼都 一堆人 我還記得我那時候為了 Hanigan那個配色 然後我還從台北跑來台中 Tiger City那時候有賣 去排隊嗎 沒有那以前是先到先買 那真的是跟現在那種 搶Easy是一樣的 就是大家衝下去 我都沒買到 三天兩夜台北台中這樣奔波 沒買到 最後是在在售商的那個 鞋店買到的 喔是喔 哇賽 真的是很誇張 不過講到Dunk 老師最喜歡的 應該我之前有介紹過 你有沒有聽過一個老師的團體 叫做D.Lasso 不知道 好沒關係 因為他在2015年的時候 有重新復刻一款 他把它Reverse 就是他把高筒 喔我知道我知道 本來05年的高筒變低筒 白黃配色那個對不對 沒錯 然後有他們的那個專輯封面 有有有有 嘻哈人士嘛 喜歡的就是這樣子 對 然後我曾經還摸過一張最貴的Dunk 哪一雙 Hard of Dunk 喔 巴黎 我知道我知道 聽說現在一雙好像是美金2萬多起掉 之類的 當年我本來一度要入手 真的 可是那時候是窮學生 實在是沒那麼多錢 哇 你現在拿到 我那時候是要4萬多塊嗎 我記得 真的喔 4萬多塊台幣嗎 靠 現在在美國是2萬美金起掉 六十班耶 我那時候還有那個叫什麼 柏林嗎 就是你知道 Berlin 對對對 就是灰白色 然後一個藍色的線 然後反正 就以前 我覺得以前Dunk很屌是 很屌 他真的就是只有這幾雙 對 你看Zoom York 什麼256限定 對對對 哇 好多回憶喔 好像講不完 有機會的話 一定再來做一下 好啦 那我們今天這間店就介紹到這裡 我們來逛一下 OK 來來來來 那這邊是哪裡呢 這裡就是 你知道這邊非常熱鬧的 一宗商圈 那我覺得很開心 就是你如果來這邊逛球鞋的話 你逛完球鞋肚子餓了 像我們現在有沒有 天色已晚肚子有點餓 有很多各式各樣 台中的小吃啊 對 傳統的小吃 也有新的小吃 都可以在這邊買 然後都可以在這邊逛 而且巷弄當中 還有很多的一些賣 那種潮流鞋子的 再受傷的店家 沒錯沒錯 對 哇真的很棒 而且老師其實本人呢 就住在這一中街附近而已 所以我非常的推薦 除了來太平路這邊 逛球鞋以外 肚子餓了 就像李懿說的 隨便抓個這種小攤位 就可以吃起來了 有吃有喝 真的是 在台灣真的很幸福 太開心了 而且到哪裡都是這麼一回事 好啦 再次感謝 這一次李懿特地 從台北跑來台中呢 帶我們來逛這個球鞋街 這個 跟我們特地的介紹一些 這些球鞋店的這個特色 非常非常感謝 最後你有什麼話 要跟我們的觀眾說 最後就是 當然 要一直持續鎖定 看你老師 看你老師 也繼續的鎖定 所有李懿的粉絲專頁 要追蹤 一定要追蹤 幫我們按讚 有沒有對 幫我們按讚一下 因為我們李懿真的是 在我們這個 有沒有台灣 演藝圈 潮流方面的資訊 也非常的豐富 是 所以記得 幫我們這個李懿按讚以外 也幫他老婆按讚 好不好 其實是我自己一直在追蹤這樣 但最重要就是 要鎖定 看你老師頻道 掰掰 感謝 掰掰 同學們 老師剛剛從這個正門走進來 我整個已經開始屁股夾汗了 因為呢 這個倉庫是老師有史以來 看到最誇張的一個 有沒有鞋子庫存的 這一種 Facility 這一種空間 真的很誇張 那是否現在我們就請Lance 跟我們介紹一下 這個空間 大概 我們先問一下 大概有幾雙鞋子 這差不多超過二十幾萬雙鞋 二十幾萬雙 二十幾萬雙 二十幾萬雙鞋 對 對 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